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眉毛主張 他是在我們 麗國服裝有限公司裡面的 品牌之間 那麗國服裝 他成立在民國93年 那那時候我們做的是 時尚服裝 那時尚女裝這時候 已經算是比較莫及的時代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找出路 需要有一個重新思考的方向 所以我放了自己的架 去了日本 我在雜誌上有看到一個地方 叫紫綠吉球 我一下站望 那個感受真的 我現在都還能夠 回籍當下的那個感覺 我逛遍了梅桃街 然後我也到梅加店裡面去看看 我希望在裡面找到一些旅感 那後來我覺得說 這樣的商品 這樣舒適 自然 我覺得應該是大家都會很嚮往 我回來台灣以後 就公司的自己人就進行討論 所以梅馬組長在英國 就是巴黎10月2號在楓甲 就成立了第一個殖民們 是很開心的 就是顧客的回想很大 所以我們陸續就開始 積極的籌備展示的計畫 其實我會認識棉馬 是我的朋友介紹的 我來了之後就一世成主婦 根本就離不開它了 覺得棉馬它非常適合 像台灣這樣子的一個 雅熱帶的一個天氣 那自從我接觸了棉馬之後 它的衣服其實讓我在 滿身大汗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會很快地 就可以感到非常舒爽的感覺 除了說它們是有一些 休閒風格的衣服之外 它其實也有一些適合上班 來搭配使用的一些衣服 所以我非常推薦給大家 棉織品它的特性就是它是西施 然後它親膚性很好 它柔軟而且它很親民 所以是很廣泛地被家庭使用 麻的特性呢 它是一種就是自然纖維 那它可以幫我們自己的身體的體溫 可以降低3到5度 體感溫度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製品開發 如果說穿上有關麻的商品來講的話 對雅熱帶區域的這些人物來講 其實是舒適感是很好的 所以公司在這個部分 商品的部分就是大量的使用了 棉跟麻這樣的素材在商品裡 那希望可以提供給富客一個很舒適 然後很自然 很貼緊皮膚的感受 環保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在實際住行上面都可以去努力 那我們先來針對穿這件事情好了 其實製品它是全球來講 它是一個很重污染的工業 因為很多製品它是用化學纖維來製作的 所以我們公司它盡量提供就是很pure的素材 所以你看到棉麻的素材 它們的顏色的呈現其實是很單純的 所以我希望在環保的這一塊 在穿著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提供給我們的消費者 有一個很好的環保選擇 穿著棉麻的部分它其實會帶給我們人 在舒適感的部分會很增高 環保上其實對於冷氣上的影響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選擇 我們的珍重的產品的部分 我們都希望可以給客人多一點點的環保概念 所以我們都會選擇一些環保杯 或是環保的保護碗 然後環保的購物袋 每個人多做一點 可以幫地球環境多減少一點點危害這樣子 我們是從女裝開始的起家的 很多喜歡我們的顧客 他會很希望我們可以開發排桶的部分 甚至男裝的部分 所以公司在接下來的未來 我們也會針對孩童或者男裝的部分 來進行一個商品開發 另外一個比較大一點的願景 我們希望可以成立一個 綠能的建築的企業總部 然後我們可以提供一個減碳 然後又舒適的環境 就是給我們的同仁 然後我們開發出來的商品 可以跟我們的同仁顧客 大家一起共融共享共好 我們幫你